英國HAV飛船公司的Air Lander 四年前在卡丁頓機場 進行第五次的試飛 這個龐然大物線條簡單而逗趣 機身總長度超過90公尺 比最大型的波音747客機還要長 Air Lander平均的時速 不超過110公里 加上飛行高度不高 航行自然相對的平穩 適合作為中短距離的城市航行 在船內的活動和休閒設施 也比飛機更多樣化 有吧台 餐廳 還有舒適的臥床 在20世紀初 飛機尚未普及之前 飛船是天空的霸主 當時以德國發明的 齊伯林飛船為首的飛船業 頻繁的往返歐美兩大洲 不過1937年 新登堡飛船墜毀在美國紐澤西州 飛船從此走入歷史 Earlander的共享誕生於十二年前 美國陸軍出資打造出原型 並且成功地試飛 雖然經費短缺導致計畫中斷 但是HAV接續研發 目前的Earlander船體以不可燃的 氦氣填充 大大降低意外的可能性 而在動力方面 四具引擎使用燃料和電力混合發電 一次可連續飛行五天 碳排量比一般的客機減少九成 最快在二零三零年後 也會全面地使用電能引擎 以達到零碳排的目標 是相對環保而且具有效能的空中運輸工具 地球持續暖化造成的氣候巨變已經不可逆 而減少碳排是全球的共識 根據永續旅遊網站的統計 全球8%的碳排量來自於旅遊業 而以飛機為首的運輸就佔了一半 飛船的速度和運載量 雖然比不上飛機 但是低碳排的優勢 也成為近戰運輸市場的新利基 Earlander預計在二零二六年加入商用運輸 西班牙諾斯特姆航空提早部署 預定了十艘飛船 未來旅遊除了飛機 還多了飛船這個環保的選項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